最初運動 不久時都想想一些項目去做 一開始都是打算拍張短片 初初又在現場接觸一些示威者 但都談不到 因為可能示威衝突比較激烈 我自己都因為催淚煙過份敏感 進入了兩次醫院 之後就完全沒有去示威現場 開始跟女朋友一起想一些事編計劃 我女朋友提議不如試試拍一些受傷的人 慢慢開始這個計劃 跟示威者關係和警察關係都變了很多 惡劣了很多 比以前難做了很多 要建立多些互信才可以做到一些訪問 或者才可以認得到 當然也可能在示威現場 會比以前危險了很多 其實做了這麼多年都沒試過 好像去年有這麼厲害的衝突 對我來說 說初台有些惡言的 是有些不習慣的 有時會有些擔心的 整輯相片 其實都有很大部份 受訪者都是精神傷害的 這個我也很想說的 受了很多壓力 或者有部份 其實他都不知為何會被人打 令到他的心理創傷很嚴重 有情緒病 甚至乎要看精神科醫生 我一直以來都是認一些社會上弱勢人 而今次拍攝這麼多偽傷者 其實你都可以想 其實他嚴重受傷 或者被人控告 某程度上他都會變成弱勢 其實我也是這樣想 我經常都會 可能其他訪問都有提過 其實人很羨慌而已 沒有人不斷提起這些事 在社會出現過的 很多人很快 可能幾天很快就會忘記了 所以我才繼續這樣拍下去 最初都有點害怕 會不會他們想起整件事 會很不開心 很害怕 很多避訪者 他跟我們談完之後 反而是心理上比之前好一些 他好像抒發了 好像告訴別人 我自己受了某些冤屈 或者自己的傷痛 或者跟家人完全斷絕了關係 現在終於有人知道了 可以輸一口氣了 甚至乎有些被訪者 再找我 說這件事做得成 他現在開心了很多 有人知道他的故事 他熄壞了 我們會無論如何 我們會認識 這件事做得成 好嗎? 我會認識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